小朋友们,你们好,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教大家画一个可爱的儿童节手抄抱,首先我们用波浪形画出手抄抱的边框,看上去像一块大大的饼干,我们再画一个可爱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的头发像软绵绵的棉花,眼睛黑黑的,嘴巴弯弯的, 再画出一只举着的小手 衣服上还需要有点小装饰哦 她的旁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有一头长长的头发 两只手插着腰,头上还有两朵漂亮的小花 衣服和袖子也有很漂亮的装饰哦 之后我们再画第三个小朋友 她有一个圆圆的小脸蛋 戴着一顶小熊帽子 胸前还有两条小鱼哦 第四个小朋友的性格比较活泼,头发比较飘逸 胸前有一个可爱的小爱心 左手握着一个旗杆 旗杆上有一个长长的条幅 条幅上写着六一快乐 在这里也祝小朋友们六月儿童节快乐哦 之后我们在小朋友的周围 加上一些装饰物 在边框的两边画上两条小叶子 作为装饰 下面我们要开始涂色啦 涂色的时候我们尽量选用鲜艳的颜色 这样才能凸显出小朋友们的性格 第一个小朋友我们选用的是黄色系 第二个小朋友我们会选用蓝色系 第三个小朋友我们选用红色系 大的色调中我们也添加一些补色 这样可以让角色更灵动 第四个小朋友的服装颜色 我们选用蓝绿色 这四个不同色系 让小朋友们的特点都很好地区分开了 第四个小朋友 他的头发是红色 体现了他活泼的性格 我们再用一些小碎点 对这几个小朋友进行装饰 让画面更加地丰富 下面我们再给周围的装饰物进行涂色 也用绿色对六一快乐四个字进行修饰 再给文本框两边的小叶子涂上绿色 然后分别画上两朵火红的小花 我们再用红橙黄绿蓝 在小朋友的头上画一条美丽的小彩虹 我们再给文本框打上格子 用蓝色进行装饰 文本框下面用嫩绿的颜色画出小草 文本框的中间用菱形进行分割 最后我们再对画面进行简单的调整 这样儿童节的手抄包就完成了